同樣的獨家 我們要帶您看 獨家深入高雄的災區 要看的這些偏鄉 到底他們的狀況如何 高雄八月初的大雨 造成桃園區 對外這個就是 明霸克路橋 就整個是衝斷了 好 但除了桃園 其實有一個地方也需要關注 華時記者前往茂陵的萬山部落 這裡的房舍大多是興建在陡峭的山壁上 又位處土石流前市區 那這樣子只要累積雨量標迫六百毫米的話 就可能會發生土石崩落 另外道路被衝斷 這個部落的安全堪餘 所以撤離也成了部落的日常 但是早期蓋的避難所使用上不是那麼方便 居民只能又換到活動中心 每逢大雨就撤離的命運 也讓部落長老相當的疲憊又無奈 到底家園是在多危險的地方呢 帶您知己 侯大雨來襲面臨這樣的困境 總之讓高雄茂陵的居民挺起吊膽 大客落石橫躺路面 道路受阻不能通行就算了 土石流了 哇 快手 快手 部長的溪水巷頭猛獸附近民宅 幾乎被吞噬 土石泥沙從上頭崩落 今天八月初暴林區二十四小時 累計油量一度飄破六百毫米 來到六百零四毫米 因此撤離成了家常便飯 婆婆 妳要坐車嗎 溫暖的家不能住了 只能吸家帶眷 來到農會打地步睡一起 一行人寧願來這裡建築 也無想到避難屋 鐵皮避難屋手電筒 無線電等東西都有 但裡頭卻放置上下鋪床位 對長輩來說造成很大不便 還有雨聲滴在鐵皮屋上的身上 讓他們睡得不安穩 自從民國四十五年 舊萬山部落遷到新址後 因為景之優美 贏得小瑞士盛名 但經歷一場天災 美金毀了 路也沒了 但放眼望去 萬山部落防射大多 又集中在陡峭的山坡上 只要雨季 颱風季 積淹水 土石流 甚至是路不同的問題 都會浮現 讓不少居民擔心 噩夢重新上演 後續對於萬山避難屋的一個規劃 要找到一個安全的地 我們再來做這個避難屋的一個刑件 現在只能透過相關單位 大家共同想想辦法 看究竟怎麼做 才是對居民最好方式 華視新聞 林婉銀石夫婦 高雄報導 我們來自下山坡上 大約 我跟他去見面 請保證 你供應